今天的嘉賓 他跟那位前輩子一起了五年 看著他一開始有一個純情小男孩 最終變成一個玩笑男 好像一舊衣服一樣 很邪惡 我不知道 不像我,沒有做過純情小男孩 他以前不是純情小八套 你發了中學的中學照片 很純情,沒有發育 那時候還沒開竅 那時候還沒定性格 他主動約的 沒錯 我不會吧 誰知道 那你當時就跟他說 很噁心 我一直沒有發聲 對,你們兩個很噁心 但我沒有說過 各位家庭的女生,別誤會 最壞狀況是認識了一個挺有趣的朋友 他挺有趣嗎 他挺有趣 他挺有趣,我都很負責 很負責,現在正在說電競選手 我也不行 可能我男朋友經常說 我又不出去玩,又不喝酒 為何你不讓我打遊戲 其實我是讓你打遊戲 但我要你打遊戲前才跟我親親 親親半小時,抱得我夠了 好,放你出去吧 親半小時,嘴巴也會破壞 不是親親的意思,只是貼貼 我也是這樣說 貼貼的時刻… 你要照顧我的情緒半小時 我要知道你陪著我 我覺得我理解一個男人 如果長期對著女朋友 其實他會有很多時刻 我理解你們男朋友 為何覺得你們那麼煩 我也覺得行不行,不方便 你一群男朋友,我洗澡後 穿著短褲背心 待會你又說我拿腦 那不就穿更多人褲 你看見那麼多兒子 睡覺穿這麼多,為甚麼 我一向在家就是這樣穿 你是我的男朋友 現在我來找你兩個星期 你為何不租一間酒店給我 因為我付錢 你租一間酒店,你出去陪我 你租一間酒店更加看不到 我每天都打遊戲機 你酒店沒有機,上網那麼晚 那你打小鎮機吧 我是職業,為了我們將來… 沒話可說 我打電話給我賺錢 也支持我們的孫子 你叫我過來玩遊戲機 你說你賺到錢 你賺到錢就出去租一間酒店 我和你一起套餐 你坐在你身上 你給錢,我出去買東西 我第一次要訓練 我自己走了,我怎會這麼不合群 那行,你租的空間,我自己住 那見下甚麼所謂 你現在這麼漂亮 見下甚麼問題